各位观众您好 我是刘天慧牧师 中华基督教威力工会牧者会长 今天我们来到最后的一段 《使徒行传》27到28章 这里也谈到保罗的一生 经历耶稣基督之后 他勇敢地来到这个非常非常复杂繁华的罗马城 而且他也待了两年之久 他仍然在这里传道和教导许多的犹太人 甚至许多的畜性的外邦的犹太人 那么保罗他不让他被影响 但是他所面对的这些罗马的群众 对他的不尊敬 我再也受不了了 可能有人会这样说 或你看不到我在这里辐射吗 但是保罗并没有这样做 保罗知道他在这个里程的步道 为耶稣基督可能会面对许多的困难 但是对保罗而言 他清楚他信了耶稣基督之后 过去的发里塞文社走费他的钱柄 他已经把他当作垃圾了 这个就是保罗一生很美好的生命的见证 让我们从这个最后一段的《使徒行传》 对保罗的一生的生命的侍奉的里面 给我们很大的激励 我们所信所传的又是又真优的耶稣基督 让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27到28章 《使徒行传》第27章 菲斯都既然定归了 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 便将保罗和别的囚犯 交给玉营里的一个百夫长 名叫尤流 有一只亚大米田的船 要沿着亚西亚一带地方的海边走 我们就上了那船开行 由马其顿的铁萨罗尼加人 雅里达古和我们同去 第二天到了西顿 游流宽带保罗 准他往朋友那里去 收他们的照应 从那里又开船 因为风不顺 就贴着居比路被封案行去 过了基利加 庞菲利亚前面的海 就到了旅家的美拉 在那里 百夫长遇见一只亚历山泰的船 要往意大利去 便叫我们上了那船 一点多日 船行得慢 紧紧来到格尼土的对面 因为被封拦阻 就贴着格尼底被封案 从撒末尼对面行过 我们沿岸行走 紧紧来到一个地方 名叫加澳 离那里不远 有拉西亚城 走的日子多了 已经过了近时的节旗 行船又危险 保罗就劝众人 众位 我看这次行船 不但货物和船 要受伤损 大遭破坏 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 但百夫长信从掌船的 和船主不幸从保罗所说的 且因在这海口过冬不便 船上的人就多半说 不如开船离开这地方 或者能到飞尼基过冬 飞尼基是格里底的一个海口 一面朝东北 一面朝东南 这时 微微起了南风 他们以为得意 就起了毛 贴近格里底行去 不多几时 狂风从岛上扑下来 那风名叫尤拉格鲁 船被风抓住 敌不住风 我们就任风刮去 贴着一个小岛的被风案分行 那岛名叫高大 在那里紧紧收住了小船 既然把小船拉上来 就用缆锁捆绑船地 又恐怕在塞尔底沙滩上割了钱 就落下棚来任船飘去 我们被风浪逼得甚急 第二天众人就把货物抛在海里 到第三天 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抛起 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 又有狂风大浪催壁 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 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 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 众位 你们本该听我的话 不离开格里底 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 现在 我还劝你们放心 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 唯独失丧这船 因我所属 所侍奉的神 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 保罗 不要害怕 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 并且与你同传的人 神都赐给你了 所以众位可以放心 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 事情也要怎样成就 只是我们必要撞在一个岛上 到了第十四天夜间 船在雅底亚海飘来飘去 约到半夜 随手以为渐进汉地 就探深浅 探得有十二丈 稍往前行 又探深浅 探得有九丈 恐怕撞在石头上 就从船尾抛下四个矛 盼望天亮 水手想要逃出船去 把小船放在海里 假作要从船头抛矛的样子 保罗对百夫长和兵丁说 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 你们必不能得救 于是兵丁砍断小船的绳子 由他飘去 天见亮的时候 保罗劝众人都吃饭 你们玄望忍恶 不吃什么 已经十四天了 所以我劝你们吃饭 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 因为你们个人 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 保罗说了这话就拿着饼 在众人面前祝谢了神 拨开吃 于是他们都放下心 也就吃了 我们在船上的共有二百七十六个人 他们吃饱了 就把船上的麦子抛在海里 为了叫船轻一点 到了天亮 他们不认识那地方 但见一个海湾有岸可登 就商议能把船拢进去不难 于是砍断拦锁 气毛在海里 同时也松开舵绳 拉起头棚 顺着风向岸行去 但遇着凉水夹流的地方 就把船搁了浅 船头胶筑不动 船尾被浪的猛力冲坏 飞飞的意思 要把囚犯杀了 恐怕有覆水脱逃的 但百夫长要救保罗 不准他们任意而行 就吩咐会附水的 跳下水去先上岸 其余的人可以用板子 或船上的零碎东西上岸 这样众人都得了救 上了岸 我们既已得救 才知道那岛名叫美利大 土人看待我们 又非常的勤奋 因为当时下雨 天气又冷 就生火接待我们众人 那时保罗 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 有一条毒蛇 因为热了出来 咬住他的手 土人看见那毒蛇 悬在他手上 就彼此说 这人必是个凶手 虽然从海里救上来 天里还不容他活着 保罗竟把那毒蛇 甩在火里 并没有受伤 土人想 他必要肿起来 或是忽然扑倒死了 看了多时 见他无害 就转念说 他是个神 离那地方不远 有田产市岛长布百留的 他接纳我们 尽情款待三日 当时 布百留的父亲 患热病和立即躺着 保罗进去为他祷告 按手在他身上 治好了他 从此 岛上其余的病人也来 得了医治 他们又多方地尊敬我们 到了开船的时候 也把我们所需用的 送到船上 过了三个月 我们上了 亚历山泰的船 往前行 这船 以丢丝双子为计 是在那海岛 过了东的 到了叙拉谷 我们停泊三日 又从那里绕行 来到立即躬 过了一天 起了南风 第二天 就来到布丢利 在那里遇见弟兄们 请我们与他们同住了七天 这样 我们来到罗马 那里的弟兄们 一听见我们的信息 就出来 到雅比乌市 和三馆地方迎接我们 保罗见了他们 就感谢神 放心壮胆 进了罗马城 保罗蒙准和一个 看守他的兵 另住在一处 过了三天 保罗请犹太人的首领来 他们来了 就对他们说 弟兄们 我虽没有做什么事 干犯本国的百姓 和我们祖宗的规条 却被锁绑 从耶路撒冷 借在罗马人的手里 他们审问了我 就愿意释放我 因为在我身上 并没有该死的罪 无奈犹太人不服 我不得已 只好上告于该萨 并非有什么事 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 因此 我请你们来见面说话 我远为以色列人 所指望的 被这链子捆锁 我们并没有接着 从犹太来论你的信 也没有弟兄到这里来 报给我们说 你有什么不好处 但我们愿意 听你的意见如何 因为这轿门 我们晓得 是到处被毁谤的 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 就有许多人 到他的狱出来 保罗从早到晚 对他们讲论这事 证明神国的道 引摩西的律法 和先知的书 以耶稣的事 劝勉他们 他所说的话 有信的 有不信的 他们彼此不合 就散了 为散已先 保罗说了一句话 圣灵借先知以赛亚 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 是不错的 他说 你却告诉这百姓说 你们听是要听见 却不明白 看是要看见 却不晓得 因为这百姓 游蒙了心 耳朵发沉 眼睛闭着 恐怕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 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 我就医治他们 所以你们当知道 神这救恩 如今传给外邦人 他们也必听受 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 住了足足两年 凡来见他的人 他全都接待 放胆传讲 神果得道 将主耶稣基督的事 教导人 并没有人禁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